本土病例是一万九千零五十一例 另外一路个案有八十例 那死亡个案是九十六例 时隔六十九天 本土确诊再建一字头 死亡人数也降到百例以下 中重症新增一百七十二例 不过本土再抓到两例 B.A.5个案 是一堆家长从屏东 北上桃园机场 接送法国返台的儿子 虽然返家途中 全程佩戴N95口罩 车窗每十到十五分钟 开半窗透气 指标个案 只有短暂拿下口罩喝水 短短几秒可能传播时间 可见B.A.5真的很难防 事实上还是存在 这个接送的一些被传染的风险 这个入境的旅客 也确认是阳性的时候 那建议还是要多注意 自己身体的健康 来进行这个自我的健康监测 以及有症状的时候进行快晒 为了防范B.A.4 B.A.5 边境管制人维持深厚 唾液裁剪及三加四政策 至于何时放宽到零加七 则要试疫情滚动调整 不过整场疫情记者会上 仍然只有庄人 向罗一军出席 不见指挥官陈时中 在民进党确定征召 他参选台北市长后 指挥中心换谁来作证 部长他或指挥官离任的时间 这个当然是由这个行政院 这边来决定 相信这个行政院都会做 最适当的安排 安排人选还没到位 外界猜测风声先传出来 包括熟悉博服业务的政策 薛瑞源 有一届背景的台大副校长张尚纯 民进党立委邱太元 还有原本就坐证 疫情绝中线的装人 小罗一军 传出都在候选名单中 预计最快接任人选会在7月13号 民进党中职会正式通过提名后 由陈时中亲自说明 谁将接下台湾的防疫重任 华语新闻 蔡宇智 黄韵竹台北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